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上百片的一个光碟被搜出 原来是先人指路 他到底是谁 等一下 罗书列委员会来告诉我们 而且我们现在看 如果不只是汪海清录音的话 那还有哪些人会录音呢 这个光碟会不会掀出 三中的共犯结构 因为消失12年了 录音党突然之间的曝光 引发这个政坛的核弹 要追怎么来的同时呢 还有别人录音吗 当然录音曝光之后 马英九前往台北地检署 所展开的司法大战略 他要求的是移转管辖权 这是贤大和 包括了高检署的检察长 王天胜 他们真的会照办吗 一个庞大的律师团 为什么会建议 马英九采取这样一个策略呢 很多人说移转管辖 唯乎其回 如果唯乎其回 是真的唯乎其回吗 那如果又唯乎其回的话 为什么马英九会记住这个大动作 来 带来第一手的观点 第一位要请前国民党立法院罗书磊 小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继续为您邀请 名长期立法院王定宇 小军 大家好 重要的律师 黄定宇律师 从昨天为我们观察 这是10到12年的大案子特征组 当时是怎么办 没有搜索 中投公司 中影也没有搜索 12年的今天 现在北检又是怎么办案呢 邀请黄定宇律师再次来到我们现场 主席 大家好 在我左手边 为您介绍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老师 小军好 大家好 好 为您介绍 国民党文传号的副主委 郑世伟大哥 今天他会不会带来光碟片呢 有吗 来 欢迎世伟大哥 大家好 好 非常期待 对不对 来 欢迎立法委员蔡逸宇 小军好 大家好 来 国人朋友 好 这是昨天两个 那么先后共同出席的画面 金普聪事实上他已经先声明 他说三中案的说 他并未在党部服务 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三中的买卖交易 如果有任何的不符合事实诽谤的谣言 他会采取法律行动 维护他的名誉 金普聪已经发表了最新的声明 来 问请教的是罗委员 这是在台北市巴德路二段 232号六楼 这个地址是中头的地址 没错嘛 在六楼嘛 好 那在这个中头的直远的办公室 搜出上百片的录音光碟 听说蔡正元真的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您所了解内幕是什么 其实这个案子经过12年了 那也经过好几个检察官 包括检察长 那为什么他们当时都没有说 要去搜索这个录音档或光碟片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审核了 所有的会议记录 都是在看那些文件 所以都没有这个 那为什么会去查这个光碟呢 那个就是蔡正元跟我讲的 我这两天有跟他通过电话 他是说当时那个汪海清 有告他一个案子 那在他告他案子的时候 在检察官在查的时候 他有出示了一个汪海清的一个录音带 录音档给他听 那听了以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奇怪 录的地方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餐厅 一个是在中头的办公室 因为他听那个声音 他还有那个讲话的内容 他就知道这两个地方 那他说汪海清这个人 他其实当时汪海清 跟他录音的时候是请他吃饭 只是当一般朋友请他吃饭 说既然会带录音笔去给他录音 他自己也觉得很惊讶 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什么都没有 既然也会给他录音 那中头 那更奇怪了 怎么在中头的会议室里面 会被录音呢 后来有个中头的一个资深的职业 跟他跟蔡任人说 其实中头啊 汪海清在各个办公室 都有装录音设备 就是说每个员工 那个讲话或什么都给他录音 那所以才会有一百多片 其实这个一百多片也不见得 就是说都是跟中影 就三中案有关 就是谁讲话他就给他录音 谁讲话他就给他录音 所以就好像他有 汪海清有录音的习惯 那所以在这一次 那个参政员被收押的时候 那当然那个检察官 就一直问他三中的案子嘛 他就跟他讲说 应该假如说 那个以汪海清的个性 应该都有录音 那一定有录音光评 那你们去搜索中头吧 你们去搜索中头的话 也许你就可以搜索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讲的话 搜索之后 更进一步去证实 那一种是什么 他就说因为三中案 跟他来讲 跟他无关 而且当时他是唯一的买家 就中云爱嘛 他说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搜索嘛 你去搜索了录音带 那你录音带里面 就可以证明他清白 所以那个检察官就去搜索了 真的就发现了 有100多遍 这个12年来 100多遍 其实也是蛮那个的 其实你说好 现在那个录音档 他现在曝光了嘛 那其实我也讲过嘛 那个今天 马云九总统 他之所以被人家诟病是说 他一直讲说 三中的交易业案 他都跟他无关 他都不知情 其实我讲过好几次 他不可能不知情嘛 身为一个党主席 其实中投 中投是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那个 中投是国民党的最大的 那个所谓的一个党赢事业嘛 其实国民党最大的 那个资金的来源 也都是从中投来了 因为每一年都有 那个中投都有 那个投资的收益 一年都十几亿 十几亿嘛 其实国民党假的 没有这个 这个中投的这个收益 就现在被那个党产会扣住了嘛 那个 所以现在有时候 连薪水都花不出来嘛 所以他这个最大的 国民党的金库 那他是直接 要跟党主席负责的 所以你说那个 国民党的一些秘书长啊 还有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行政人员啊 包括你说什么 副主席啊 什么中常委啊 其实都没有人会去了解 那个整个中投的 那个投资的状况 和他内部的景点 对中投的了解 也是只有说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 公开发行公司嘛 你就从网站去 揭入他的那个财务代表 去看 你才看得到嘛 事实上他们都不需要到 中常委去报告嘛 就直接就是 跟那个 那个 党主席负责的嘛 那今天 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讲说 贱卖贱卖 那怎么贱卖嘛 那贱卖就要有他的动机嘛 就说 马英九为什么要贱卖 大家怀疑他贱卖嘛 那贱卖 我就讲嘛 贱卖的动机 一定要取得 他自己的一个好处嘛 那甚至说 他笨嘛 或者说 被下面人蒙蔽嘛 做了一些假的 鉴定报告给他看嘛 那你今天好 假如说是他笨 那他不了解 那那个整个被下面蒙蔽 那也是个昏君嘛 那你今天你说 你能够说 他有什么威法 可是 罗伟 你提到这个说 他是个昏君 他被底下蒙骗了 我想请教 本来说不知情嘛 像马办的发言人说 他这个党主席呢 只是一个建议权 我想请教 对于部署提上来案子 主席的职权 叫做建议权 是这样子 这说得通吗 我们都知道 这是他庞大的律师团 屡屡许多的重大案件当中 我们都看到 律师团是非常庞大 我们举简单的例子 有这个吴律师 吴志格 包括李怡光 包括了蔡茂松 包括了吴博弘 这只是简简单单 我们只举例几个例子 事实上很多的案子里 他庞大的律师团 那个阵容 哇 是前所未见的 那这样的一个 录音的消息报道之后 我们看到礼拜 礼拜三的同一天 的傍晚的十分的时候 马英九已经前往地检署 去控告北检 你看他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他控告两个人 一个人叫做检察总长 邢太昭 一个叫做主任检察官 王兴建 涉及什么 泄密 涉及泄密 所以他认为 他现在非常具体 你要注意听 马英九的诉求是什么 庞大的律师团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建议 北检跟侦办这个案子 检察官已经不试任 继续调查本案了 所以将向上级法院 申请移转管辖 希望检察总长可以发挥 检察一体的职权 公平办案 好 向上级的法院 申请移转管辖 上级的法院 他从前往北检去控告 这两个人 那泄密之后呢 马上就转到哪里呢 转到了我们看到 有高检署 还有呢 最高检察署 这两个分别的负责人 一个叫做王天胜 一个叫做 严大和 要求申请移转 我请教的是 这个电影怎么看呢 马英九在这边运用 可能也许他律师团 给他的建议 或者是他自己的判断 认为说 目前的态势 在上次14个小时的征讯之后 他认为自己可能 被起诉的几率很高 所以他采取的这一个 算是险期 那这个险期 第一个他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 他如何特定说是 刑太招 或者是这个主任检察官 做的泄密 这个部分 其实没有特别的证据 他顶多只能讲说 有周刊 里面讲检方表示 但是这不能具体只称说 是刑太招检察长做泄密 这部分马英九要承担的是 诬告罪的风险 也就是没有具体证据 你却虚捏 献人于罪 这部分是马英九要承担的风险 但是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险期 因为他要让刑太招 跟承办的主任检察官 变成他的被告 变成他被告之后 他就会说 因为你是我的被告 你在侦查我的案件里面 可能有偏颇之语 也就是后来 为什么会昨天看到 有媒体 就是说 网络媒体去讲说 高检署讲说 如果刑太招在案子里面 有偏颇之语 案件当然要收回来 那这个就是这样的演变 是马英九的布局 来自你上报这个报导 对不对 对 所以上报的这篇报导 他说刑太招被质疑公报失丑 那法界人士就是说 那个高检署说 如果有不适之嫌 那当然案件要交出来 所以法界人士 案子自然要交出来 是来自于哪里 高检署有人放话吗 昨天的标题是高检署 那这边的标题 他说是法界人士 那昨天标题是说高检署 高检署 那因此 前高雄地检署的检察长 林博志检察长 也跑到我的脸书下面去留言说 高检署是谁放话要讲清楚 这个态度要讲清楚 因为这个案子会不会被搜取 检验的是我们对于检察官 全体国人对于检察官独立办案 是不是真的独立办案 还是说 今天马英九 只要被告是马英九 我认为 我不希望这个检察官办 我就可以连检察官都换掉 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会严重打击检察官办案 独立办案 以及人民对他信任 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空间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在 那你刚刚特别提到 第一你提到这个事非常重要 他控告他 所以有可能他的上级法官认为 马英九现在告你了 这个检察长形态章变成是被告了 办这个案子的王兴建也变成被告 你们已经护为 那么控告的状况底下 你办这个案子公平吗 于是 你本来认为 微乎其微的 移转管辖权 也不是不可能 为什么说存在风险 刚刚小军杰所引用的资料 包括检察总长 严大和 是马英九当时 这两个非常关键了 以及高检署检察长 王天胜 当时也是罗英雪部长的时候 所签选任命 这两个人事 他其实是目前掌握 可不可以 移转管辖的关键 因为基于检察一体 台北地检署检察长的上级是谁 高检署检察长 王天胜 以及检查总长 严大和 这两个是有权 可以对这个案子 做移转管辖 但在昨天的新闻 上报新闻出来之后 并没有看到高检署 或者检方人士 出来否认这个讯息 说到底有没有要处理 配合马英九 去做移转管辖 这会严重影响到 国人对于检察官的信任度 所以我特别还去找 检察官办案的 这个注意要点 它是说 审核移转管辖案件 注意事项 这个事项里面 法律的要件是什么 第一个 什么时候移转管辖 这个检察署 没有管辖权 三中案发生地点 在国民党 整个在大台北地区 都是台北地检署的管辖权 所以台北地检署 不是没有管辖权 要移转管辖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管辖禁合 什么叫管辖禁合 这个是犯罪事实发生 有好几个地检署 有管辖权 这个时候应该有优先 就是先办的这个地检署来办 台北地检署 目前就是先办了 三中案的这个案子 那这个部分 其实台北地检署 当然有管辖权 马英九的申请 并不符合这个移转管辖 的这个注意事项 这是全国一体试用的 所以今天如果台北地检署的案子 真的被干预了 真的被高检署或最高检 就是检察中长这边说 案件我收取 我案子要移走 这会严重的凸显一个问题是 他们并不符合法律 这纯粹是政治动作 所以马英九在这边的案子 我认为说 他虽然采取的一个险棋 说我冒着诬告 这个刑害招的风险 我要去告他 让他变成我的被告 我要告诉社会说 他要偏颇之余 案子把我移走 但是依照法律的规定 并不符合 移转管辖的这个作业要点 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里面 有关于移转管辖 或者是我们实务上 常常会遇到说 你今天要申请一个检察官回避 说你有偏颇之余 实务上都认为说 检察官一视同仁 不会有特别偏颇 马英九把这些检察官 办他检察官 当成他的被告的时候 他就说那你有偏颇之余 但是这种策略 在过去实务上没有成功过 除非马英九有司法特权 OK 没有成功过 可是说真的 就是你们这么认为 唯乎其为 没有成功过 可是关键在于这两位 那王定宇 他会见指刑太招 那刑诉你的办案 可能有偏颇 现在他向他的上级法官 一个是高检署的检察长 王天胜 就是北检的检察官 的长官 还有检察总长 严大和 等于是说 那你们两个看着办 我已经申请 要移转管辖权 关键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他是马英九时代 所提名的这两个人 会继续听命于他吗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 马英九这个大动作 似乎对于 他的暗装 做全面性的呼唤 呼唤里头 有司法 甚至还有媒体 是不是 还有蓝颖的支持者呢 那王定宇怎么看 我先接地影 刚才讲 那一招 大家去Google一下 我们台南很有名的 李全教议长会选案 都用过 用过 用哪一招 他告检察官 又告法官 然后因为我告你 告不代表有罪嘛 可是因为我告你 我们成为 司法上诉讼的关系人 你要回避 他利用这一招 一直按照 一直拖 一直要拖 那不胜期了 那事实上都没有换成 可是没有换成当中 就把整个 我一般会选案 半年半年 一年要把它弄完 他就拖了很久 那时候最有名是 赖清德那时候是市长 还不进议会 有没有 你去Google那段新闻 现在马云九用的招数 竟然跟李全教一样耶 完全一样耶 马云九你不会觉得 李全教教他了 半夜坐在你家的客厅的茶几的时候 会想到说 你有一天会用到李全教 同样的交损 是他提升了 还是你下降了 我不懂 第二个 这个招数有没有效 在法界的实物上认为是无效 可他会干扰办案 我昨天特别讲说 这个案子 当年的特征组 当年的严大和 在高雄七报的时候 把它签结 签结的案子 要重新办活起来 是非常困难 因为所有相关的人 问过了 问过的人 他只要讲说我忘记了 我用我当年的证词 如同就好了 所以要能够掌握新证据 是非常困难 所以现在的北检 能够突然间 在原来的证人身上 找到了光碟 否则这个案子 你怎么能够重新开始办 所以这个案子 有希望 也有亮点 但我不敢保持乐观 说一定办得出来 可他有两个困难点 有两个地雷 一定要闪开来 第一个地雷 他会讲 我们讲的同一位检察长 那已经退休的检察长 特别提 你知道吗 现在高检署有人提了一个讲法 是说 反正证据确凿 你跟他有私怨 你怎么办 对告都不会接受 这样好了 交给我们办 一样 高检署 讲了有道理 就上报了这一天 我想邢太昭当年从屏东地检署 升到高雄地检署 轰轰烈烈办了26个会选案 乡镇市长 议员立委办 办到动摇国民党的国本 所以呢 把他高升到金门高分检 金门高分检是在台北上班 根本没有案子可以办 就做办公做而已 他把这个解释成恩怨 其实这个解释成当时执政者的 违德不处 当时邢太昭 受命把他调走的人 叫做陈守黄 陈守黄 其实这时候可以出来说公道话 那时候是宋教你调的 阿宋啊 宋教你调的 你的同学学长有人提醒我 要问你 陈守黄没有那么差 不是陈守黄要调动他的 陈守黄那个时候是法务部次长 然后人家问他说 你为什么把一个会选案 办到轰烟的形态招 要调走 陈守黄就 就让他休息一下 讲不出来 羞愧讲不出来 所以陈守黄把他调走 那陈守黄在黄世民泄命案的时候 为了修理王金平 马英九为了修理王金平 为了修理这个柯建民 陪了一个法务部长 也把陈守黄整个打落谷底 所以陈守黄可以说一句公道话 当时刑泰招被调动 那不叫私仇 是你把一个勇于办会选案的人 冰在金门高分检 然后现在 马英九请了这些好昂贵的律师 再做一件事情 你看看他们当时有私怨 你看看这个案子有泄漏 所以现在刑泰招在 辖院报复对不对 移转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 谁告诉你那两个周刊的消息来源 是检察官 对 正常的诉讼应该是 谁讲错我告谁 你在交代你的来源 哪有说周刊报导 我直接不告周刊 去告我以为是谁 怎么会这样子处理 所以告其实不是目的 换 转移管辖权才是他目的 第二个 又形作这个私怨的状况下 配合高检署 他的长官 高检署王天胜检察长 或者我们的最高检查署的 检察总长 严大和这边身边的人 有放消息出来说 我们也是为了办案啊 既然你们两个 邢太昭跟马英九有私怨 对啦 他有罪 证据光碟都确凿了 你办出来人家也不服 这么重大阻目的案件 换个人办 换个地检署办 反正检察一体 移转一下 一样办他有罪 让他没话讲 听起来非常 异正词言 所以我今天 我跟 那个司法法治委员会 是我们 这个蔡玉宇委员 我们其实应该 严正的请 严大和跟王天胜 你应该讲一句话就好 讲一句话就好 没有移转的可能性 请你讲这句话就好 可是目前为止 他们什么都没有讲 你可以讲 因为在法界的实物上 是没有移转的可能性 你为什么要存在 那个好像要移转的可能性 在那边在那边咬 在那边咬嘛 在那边咬的时候 旁边人就看谁啊 会看说 现在小便是在那边 这是一个 有罪就有罪 没罪就还人家清牌 单纯的一个司法案件 你不要让人家 咬那个死 所以我没有叫你 泄露侦察内容 检察总长严大和 跟高检署的检察长王天胜 我知道王天胜 你跟马英九是同学 我们也知道王天胜 是罗英雪提拔的 我们也知道 严大和是马英九任命的 可我宁可相信你们两个是 维持中立 有风骨的法律人 请你们出来讲一句话就好 按照法律实践实误 没有遗转的可能 北检继续办 让北检长可以办下去 是 王天胜问得非常好 那为什么 在这个报道已经曝光之后 怎么高检署 或者是严大和 通通都没有讲话呢 这两位 一个是高检署的检察长王天胜 一个是检察总长严大和 在马英九提出 移转管辖权之后 到底会不会最新的动作 真的会继续听命于马英九吗 来休息片刻 持续回到新台湾加油 新台湾加油 马英九前总统 控告台北地检署 是不是也嫌外之音 他真的正在全面召唤 暗装吗 这个暗装 只是遍布在司法吗 还是说有更多的层面 当他直指台北地检署 行太招 他有泄命 拿不出直接证据的状况之下 马英九的司法战略 到底为什么 行速行太招 辖院报复 因此移转管辖权 可能几率大增 所以关键性人士 当我们看到 搜到了一百多片的录音光碟 在台北市巴德路 二段的中投公司之后 只有汪海清 他的录吗 只有一百多份的光碟吗 包括了其他人员 光碟copy轻轻松松 其他人员会不会也持有 会不会也不只是汪海清所录呢 现在马英九在录音光碟曝光之后呢 他的律师团当中 似乎给他这么建议 就是希望可以移转管辖 那这两位人士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位是高检署检察长王天胜 一个是检察总长颜大和 但是呢 对于昨天一个非常敏感性的报道 邢泰昭被以公报私仇 法界人士若有不适之嫌 案子自然要交出来 这是来自于上报的报道 他说呢 马英九到北检亲自去告发之后呢 法界人士13号说呢 若北检有不适之嫌 以案子自然要交出来 那他特别报道的是 邢泰昭跟马英九过去有一段渊源 就是邢泰昭在马英九执政时期 被蓝颖立委 执意有色彩背景 疑似遭到马英九名声案将 现在两个人又因为三中案再次过招 不免令外界质疑 邢泰昭是公报私仇 那这个案子你知道 这个案子是经过 在第二层的update之后 事实上原始的标题是叫做 高检署冒号 案子如果有不适之嫌 应该要交出来 他特别讲的是高检署有意见 认为你北检如果有偏颇 应该交出来 可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呢 严大和跟王天胜对这个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见呢 这个防火墙是不是真的可能崩塌 让马英九不得不做出这个大动作 而这个大动作会不会一方面 也是在进行隔空串政 甚至下封口令呢 半视频老师要帮我们带来解析 除此之外 还包括了前国民党立法委员罗淑磊 那两位立法委员 一位是王定宇 包括了蔡逸宇 还有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 郑氏伟大哥也来到我们现场 黄定宇还带来更多的分析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分析 不过今天立法院 立法院又爆发了肢体冲突 因为行政院所提的修法草案 计划把水利会改为官派 引发了国民党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为了选举绑装 所以一大早为了抢占主席台 蓝绿立委就在议场的大门口 爆发了推起冲突 双方一路争执到议场内 最后民进党人数优势 表决将草案禁服二度 来 先开始个大现场 立法院议场大门七点一开 蓝绿立委冲突一触即发 不止动手推挤拉扯 甚至抓衣领样样来 蓝绿立委前胸贴后背 争嫌恐后一片混乱当中 只要有人一起进窄门 直接狂奔 民进党立委抢占主席台成功后 悠哉吃起早餐 还有立委议场内 直接睡到嘴巴张开开 因为民进党团24小时前 就开始在大门口 接力排班备战 15号清晨 蓝绿甲洞严阵以待 全为农田水立会 改制修法草案 有的立委轮流彻业不眠 违反一例一休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掠夺农民三兆的财产 要改革的方向 就一定要官派吗 没有官派就不能改革吗 立法院内乱成一团 蓝绿隔空叫嚣互呛 但民进党团以人数优势 强势表决将修正草案 禁副二读 更引发蓝营不满 未来法案审议 只怕冲突会再度上演 好 这样的冲突 到底背后的内幕是什么 等一下为你进行解析 但是我想请知道 是范世平老师 因为今天我看到 周五荣历师特别分析 整个案件 就是三重案演变到 录音光碟 包括马英九的大动作 他认为这一切 是想把案件政治化 而且还有可能 隔空串正 警告某人的意味 来 范老师怎么看 对 所以他 马英九去控靠邢泰招 当然就是想要把这个案子 变成是一个好像是被迫害的 因为他表示 他跟邢泰招关系不好 他是被邢泰招政治迫害的 这样一个司法案件 他在刑诉这个形象 因为他知道 他之后一定会被 可能会被起诉 可能还有别的案子 现在只是一开始而已 所以他等于要打个预防针 告诉大家 邢泰招跟我有仇 他现在在追杀我 最后塞到马英九 他要做这样的一个 布置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温海清这个人 你看他的确 随时都在录音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只有一百张光碟 搞不好还有别的 我们现在只是发生一部分 他是一个标准的 国民党的党工 他最早曾经在建华银行 永和分行当过经理 建华银行也是国民党 中投的转投资的银行 后来当过中投的 金融事业部的经理 然后到成为中投的总经理 所以他一直是在 国民党内的中投的体系 特别是金融的体系工作过 所以他基本上是对谁都不太信任的 否则应该不会有人 每天连跟人家去吃饭都要录音 所以他是 表示国民党这个高层 彼此之间其实是不太互相信赖的 也表示说这个温海清 他一定要用那个录音的方式来自保 必要时候自保 把自己的责任给卸除掉 因此我们看到现在 等于说挖到了一个 为什么过去八年来 都没有发现 那个侦查这个三中案 都没有发现这些光碟 表示办案特征组都在外围 没有攻到这个案子的最核心的部分 因为这个光碟一出来之后 我想不只是三中 其他国民党相关的党产的案子 可能都会意义曝光 因为里面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矿 为什么是在整个案子 增结之后 才又发现了一个 这个留案花明又一村的一个情况 这个当然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所以王海清是有可能 作为某种污点证人 来提供这样一个资讯 那我现在必须要讲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地势 当时2005年 这个12月 这个余建新 他购买了这个中市 当时是用8亿购买的 可是我一直强调 当时的中市 其实财务情况非常不好 隔年 比如说2006年 当时中市曾经有一个事件 就是无预警的资钱员工 结果这些员工跑去台北市政府告 就台北市劳工局还这个对中市开罚30万 可是中市当时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一个公司 他有怎么样的能力去收购中市 而且我们看到三年之后2008年 12月他就卖给了旺旺集团蔡野明 那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 曾经这个 在2005年 就是说当时中市 这个中市要买这个中市的时候呢 2008年那个时候10月份 曾经有一个消息是说 马英九找了这个香港的长江集团 的这个董事长李嘉诚 说他也想买这个中市 说中市那个时候 就是不止 为什么会有这个消息出来 就是表示 当时国民党的这个秘书长是谁 就是张哲成 也就是说是不是张哲成 当时他除了从透过中市之外 他想要透过海外的香港的资金 所以我为什么会讲到是长江集团呢 为什么是李嘉诚呢 就表示说中市这个公司 其实中共那边 或透过香港那边 是想掌控的 是有透过这个途径的 但后来是没有谈成 但是后来是给了中市 可是中市后来又给了谁 又给了旺旺集团蔡野明 那我们现在去看 这个不管是中市也好 中天也好 或者是中市也好 相关的这个媒体 他的舆论的这个走向 在这个蓝绿的光谱 大家看得很清楚 在统独的光谱 大家看得很清楚 甚至我常常看中天的节目 是直接的把中天电视台的节目 直接的照搬来播放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这个背后 我觉得还有一层就是 中共获得对岸 是想要用某种途径 来影响台湾的舆论 那一开始2005年 传出的是香港的长江集团 那后来当然没有成功之后 透过 所以我觉得余建新 他只是中间的一个 短暂的三年的一个接手 那后面的 其实就是汪汪集团 所以我们刚才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在这个 在2008年 很有趣的是 2008年12月 马英九就职之后 立刻就把这个中市 从余建新的手中 交给了汪汪集团 在马英九执政之后 那为什么时间也挑了 这么的刚好 是不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交接是一个 马英九完全掌握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政府的情况 是要来做 那我们也看到很有趣的是 2008年7月份的时候 当时中市的员工 在7月9号 他们去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中央委员会 去跟当时的吴敦毅 秘书长陈琴 说什么 说你马英九 把这个中市 卖给了这个中市之后 我们被迫变向的之前 被变向的这个要求退休 为什么 因为福利很差 有时候马英九 他当时用仅仅8亿 卖给中市 那当然中市当时 本身的财务结构 就非常不好 当然就对这个员工 产生了一些 不良好的待遇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一次 他是用这个 证交法的特别背信罪 来对马英九起诉 就是说你其实是 当时是可以 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来把中市给卖掉 可是你却是用一个 所谓的这个 不是用市值 而是用资产负债 而这个对于 当时的中市的员工 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害他们最后是变成 被迫 被向要被逼退的情况 那另外 对于中市的投资人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 因为中市是一个 上市上贵的公司 所以马英九 你在做一个错误的决策 而造成的包含的就是 中市的员工 还有就是投资人 双双受到影响 因此他被产生了这个背信 这个所谓特别的背信罪 被洗漱 所以马英九现在又说 他跟这个案子无关 目前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是他当时拍板定案 做这个决策的影响 是影响非常巨大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对于台湾的言论 对于台湾的新闻媒体的自主性 也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害 也就是中共在台湾找到了一个 他可以替中国大陆发声 或者辩护的一个管 这个对我们的整个新闻的 这个平台来讲 其实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是 所以回到王定宇的身上 定宇你刚刚特别提到 检察总长跟王天胜 在现在木则案件发展到现在 他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刚刚特别提到 是他其实不是来自于检方 那其实可能是来自于中头 里面的员工 那不只是上百片 不只是一个人录音 可能更多人录音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这个其实牵涉到说是爆料 甚至被认为说 我自保啊 因为这个七年以上 这个重罪可能集体的共犯 这个结构状况底下 我当然要自保状况底下 我泄露给媒体 这个是大爆料 买酒这个大动作 是不是无形当中 他是在警告一位 下风口令 因为我这些拥有光碟的人 我可以出来开记者会 我可以继续爆料 他会产生一个效应 我可以讲说 那甚至有人说 这里头政治化的结果 你是不是也进行隔空串正呢 我把它讲清楚 第一个 被告正常都会挣扎 可马英九不是一般的被告 他拥有庞大的权力跟势力 所以当他做了这样的动作之后 负责办案的一方 我没有要你超越法律 检察总长 高检署的检察长 按照网历 过去的法律的解释 根本没有移转的可能 你就应该站出来讲清楚 让办案的北检的 所有这些检察官 安心 你就好好办 你不可以模糊 一旦模糊 不只是影响办案的人 有一些在角落的人说 东窗事发了 我刚才出来说 或者已经说的人 要不要说得更完整 后来发现不对哦 司法体系好像 好像刹车还在踩着踩着 那我是不是要保留一下 要不然我跑到前面去 到时候我死掉怎么办 你刚才讲效应在这个 就是说这个案子 谁有罪谁没罪 跟着证据走 可是当被告的马英九方 带着庞大律师团 挟着过去国民党主席 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他告诉你 他那个是很反残 他不告媒体 人家写的 你弄来写不对 你就告写的人 人家写的也没有写不对 你就直接告泄密 那你要形成一个寒蝉效应 那个寒蝉效应是一个 家大业大 势力大的寒蝉效应 不只会影响到办案的人 将来的法院 甚至于在这个案子 相关人等说 不然我再闭一下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案子就没有了 这已经12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我才特别提 严大和或者王天胜 我相信你们 可我拜托你们 你应该公开讲 这个案子没有移转的可能性 连1%都没有 请北检好好办 这个很清楚吧 我没有叫你说 一定要办出来 或不办出来 第二个 这个案子的症结点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地方 你知道8月3号的 大概白天的时候 8月3号 北检就把原来 特征组签结的三中案 因为又有人告发 他们就把汪海清 詹泽称 带进去问 8月3号问到 8月4号的凌晨1点多 把他们两个人 限制出境 这是8月3号到4号 然后就回去了 回去了之后呢 接下来 蔡振元被借题的时候 提了一件事情 他说 贱卖中营 贱卖中营的党高层 就是张哲成王海清 是蔡振元去指他们两个 就是他们两个 所以在10月18号的一大早 提了三个人 一个蔡振元 一个汪海清 一个张哲成 带到哪里呢 那个办公室他们一定很熟 带到了北检第五办公室 北检的第五办公室 其实就是现在废调的特征组 原来的办公室 把他们带到里面询问 一直问 问到了大概晚上8点 三个人 蔡振元 汪海清 张哲成 而且是蔡振元的证词 大家如果印象 蔡振元那时候 有机会跟媒体讲话的时候 他还讲什么 从我来都不是为了我的案子 都是为了马英九当被告的案子 他做了阿虎 他在说这个话 他就直接讲 贱卖 贱卖两个字 贱卖 这个中影这些案子 上面的党高层就是汪海清跟张哲成 然后他们就问了 问到了8点还没结束 接下来问完了 再送回北检 在博爱如那个办公室 负训 负训到隔天10月19号的凌晨1点10分 张哲成先走 1点40分汪海清才走 隔了半个小时 而现在传出来的100多张光碟 就在那一次拿到的 就在10月18号 10月18到10月10角 那个中间拿到的 那么长的询问期间 所以这个光碟会跑出来 跟这三个人分不开了 是蔡正元告诉他们有光碟的 还是汪海清和盘拖出有光碟的 记得光碟不在汪海清的手上 光碟在一个 我们是讲 我跟罗斯维委员在讲 10年的抽屉里面 那个人最起码要跟他12年吧 我保管这个光碟 我没有中途离职嘛 所以最起码跟了他10年以上的老成 在保管这光碟 谁知道光碟在哪里 才去把它收出来 而这光碟 我在第一时间就讲 这些光碟要用编码 你才知道哪个是哪一天的 否则你光整理那100多张光碟 整理到明年都还没办法传去马英九 要编码 要解码 要听 要辨识里面谁是谁 要有人去指认 然后你出席可能写A的声音 第二次听到这个A 好像跟前面的A是同个声音 你这样慢慢认 到认出来是谁 那马英九会不会紧张 当然紧张嘛 那紧张的状态下 他现在搞不清楚状态啊 秦泰超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 他对蓝绿都一样 他问不出状态的状况下 移转是他唯一的生机 所以让这个案子有罪的归有罪 没罪的归没罪 高检署的检察长跟最高检察总长 你们的态度其实就站在你们办案的检查后面 当他的后科 告诉他你就去办案了 一切依法办理 所以依法办理的状况底下 我们要了解 那正常的办案呢 正常的办案情形是这样子吗 就是因为过去在执政底下的特征组跟北检 不正常办案嘛 连搜都没有搜嘛 连查都没有查嘛 现在只是一个先人指路 只是蔡正元 哇 就可以搜出一百多片 那如果北检呢 北检能够正常办案 应该怎么样 该搜该查 甚至金流的部分 张哲称如果收到了当时中时报系的董事长 于建新五百万元的现金礼盒的话 在什么样的条件状况底下 马英九的金流 包括相关的一些金融账户 是不是同步要调查 这是不是正常办案应该要启动 那真的启动了吗 来 依宇这边怎么看 金流一定是在办这一类的案件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从这个三中案 特征组在办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说 他只就字面上的一个书面 就是说他去检验的只是说 你这个书面那契约长怎样 他没有在针对人事实地物 甚至这个人在当下 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 后面是否隐藏着怎样的关系 如果今天不是北检 把这件整个三中案翻起来 重新调查的话 我们不会知道说 当时候的这个中头 他还有说两个价格 还有说有试价 还有说有用他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他有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价格在决定的时候 确实就会产生了 这个落差就会产生有人独立嘛 所以马英九在这个案件中很明显的 他就是说 他是做出这个 要价差 要给谁 就是要回费给谁 这个是马英九决定的 那他是党主席 他是决定这件事 我想大家也认为合理 那现在重点就是说 所以党主席对部署的提案是怎样 只是建议吗 党主席对部署不是yes or no 是或不是 不是就是批准吗 没错啊 所以基本上 党主席就是在做一个 最后的一个决定嘛 他就是公司的董事长嘛 怎么董事长只是建议 然后最后让总经理去决定 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在这个案件中 我觉得北检接下来要掉的就是金流 既然这个余建新跟张车森 他们有这个五百万的现金离合 五百万这个是很高的一个价钱 这个至少要一个领出的一个证据嘛 如果有这样的五百万现金离合 你是从哪里领出来的 那这个钱后来到哪里 那你说后来又有退回 是不是又要有入账的记录 我觉得这东西都要把它交代清楚 那还有马英九 事实上过去整个司法界 整个检察官在办马英九的时候 可以说对他是非常的宽容 也就是说在办他的时候 除非说以上特别被案 就是办马英九跟周美清 其他的都不去查 到底这些金流会有些跑到哪边去 知道马英九涉及的案件中 可以知道说 包括他的女婿在香港 他的女儿长期在美国 这方这个都是过去 特殊组还是现在的检察官 可能在办到马英九的时候 觉得说 我不要去惊斗他的家人 都是限于马英九 但是如果是一个犯罪案件 他有可能会把他的犯罪所得 只放在他自己吗 会这么笨吗 可以看出来马英九 他事实上是很擅长于打官司的 我还是回到了这一次 静周刊的这一个的爆料的一个内容 静周刊爆料的内容 虽然他表面上是用检方表示 但是我把它去读了 他去读了你的内容 可以发现说 他这个内容 他说有这个光碟的一个存在 然后这个光碟揭露了 当时候去决定了这个4.8亿 价差的这个过程中 结果他少了 如果这件事是检方爆料的 会再爆料一段 因为他已经传了马英九 也已经传了汪海清了 也传了张哲称了 结果爆料内容 完全没有讲到汪海清讲了什么 为什么内容不会去讲 不会去讲汪海清讲了什么 表示提供这个资讯的人 他不知道这一段嘛 如果是检察官爆料的 我很自然我就会把汪海清 当时候为什么会录音 以及我去录音的时空环境 在这个录音的当下 有哪些人在场 这个要把整个故事铺陈出来 检方如果真的要形塑出来说 马英九在当时就是这个阻谋者 这件事是检方故意要透露给 镜周刊让他去揭露出来的 这一段的一个环境 必须要去讲清楚 结果这个环境是讲不清楚 表示说把这件事揭露出来的人 大概不知道汪海清 对检方要讲了什么 结论就是这件事会去揭露 会是北检爆料的吗 会是黄兴建爆料的吗 会是邢泰昭爆料的吗 你从这里看出来 明显不是 好 如果我们可以感受到说 明显不是检方爆料 并不是检方的泄密 那谁卸了 那谁爆料 有可能就是 因为这件事有被搜索 所以最大的嫌疑 就是来自被搜索的人 以及知道这一段搜索过程的人 蔡正元也可能是一个角色 因为他自己也讲了 这一段是跟他最有关系的 整个中投公司被北检搜索 而且后来这个光碟 汪海清被限制出境 这一件事不会惊动整个中投公司吗 大家不会去讨论吗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 结果马英九跟他的律师团 他们就把这一段把它盖住了 他直接跳到了说 你看这就是因为我跟邢泰昭的恩怨 我的私人恩怨 所以邢泰昭他要用司法报复的方式来对付我 所以马英九是把他升高 企图去升高到这个环节 可是你也觉得很好笑 事实上如果这一段 马英九认为是假的 如果他认为说没有啊 没有这回事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他也要去告镜周刊 他要去告他毁谤 他去告相关的人等毁谤 他不是告毁谤 他去告泄密 我们再把他比较过去 马英九在遇到他案件 他不好解释的状况 之前回溯起来 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状况 何宽人当时候在办 马英九特别案的时候 他被侯宽人起诉后 他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告侯宽人 而且是跟侯宽人缠送到底 从这个状况中 我们会看出说 马英九事实上他贯常 他会去告检察官 而且他告检察官这个动作 就是告诉整个法界 我对于这件事情 是很有意见的 比方说他在这一次告刑太招 结果后来马上有报纸 配合的去说 如果有法界人士 这个法界人士 我觉得基本上就一直在配合 在演出这一套戏嘛 就是说 你秦太招 你因为你的私人恩怨来办我 所以他在呼唤蓝军 呼唤蓝色的支持者 在整件事情 马英九好像有被打压 好 我要回到了 打压你看到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稿子 已经被删掉了 但是透过了 黄帝宇律师帮我们截取下来 刑太招被疑公报私仇 高检署冒号 若有不适之嫌案子 自然要交出来 这是昨天的上报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高检署认为 如果你刑太招 你办案有偏颇 你自然要交出来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身为私发委员会的 黄帝宋跟严大和 通通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我身为私发委员会的召回 我要求高检署 要具体说明 到底是谁讲了这句话 到底是谁认为这件事情 邢太招应该把案件交出来 对 因为我们知道 那应该交出来吗 我们就刚刚电影讲很清楚嘛 是啊 移转管辖只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案件的系属地不同 所以你应该移转到 他本身的案件系属地 第二个就是管辖进合的时候 因为假地检署跟乙地检署 可能乙地检署是相对于假地检署 更方便被告 所以我做移转管辖 如果你认为检察官的办案 有偏颇的时候 不是移转管辖的问题 是叫做检察官回避 检察官回避 这是叫检察官回避的问题 结果他不去讲检察官回避 他去把他说 移转管辖 为什么他要做移转管辖 在这种状况底下被要求换检察官呢 有可能吗 我要讲的实务上面 过去也没有 没有这样的先例 除非马英九有司法特权 因为有很多的被告 他现在你一个国家联手之姿 所以你办了很多案件 他对于检察官 很多被告对于检察官不信任 他认为检察官对他不好 他想要移 就是说检察官回避 没有人成功的 过去没有人成功 而且如果说我还去告检察官 要检察官回避 这样的方式更不会成功 因为在检察体系里面 他认为说 所有检察官都是一视同仁 那你今天特别来告我 你在我的案件上面特别来告我 还要我回避 这种案件非常 就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 那刚才特别讲到 我要补充一点是说 有没有可能 我延续易于所讲的 有没有可能 有其他的人去泄露 刚刚所谓的光点内容 其实不无可能 不是检方 不无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作为同案被告 你今天如果主导者的罪责出来了 我同案被告 我共犯的情况 我的罪责会减轻 这是有责性 我期待可能性降低了 因为如果今天作为马英九主席的下属 你说如果他视同转为污点证人之后 他的罪责有可能会减轻 如果他转为污点证人 这依证人保护法 他可以减免其行 如果他有转 如果他没转 他只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 把证据集中说 当时是有人指使的 当时是有人主导的 而我是同案的被告 那我的责任 因为我被期待可能性比较低 我听上面的话 因此我在里面虽然是被告 我的刑责会减低 我们在过去办刑事案件实务上面 有没有这种案例 其实很多 尤其在这种共犯结构 商业金融犯罪 贪污制罪条例 这种案件 其实很多同案被告里面 为什么会有人转污点证人 为什么有人会把证据丢给媒体之后 让媒体发现说 其实谁才是主谋 因为他都是里面的人为了要免责 所以这个案子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形 我认为易于刚刚的推论 也是有他的合理实处 有这个可能的状况底下 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 这样的状况是叫做爆料 他把他所知道的事实所呈现出来 所以北显呢 他可以进行全面性的一个大传唤吗 该传该搜的都已经办了吗 那我请教是这个世伟哥 怎么样 你有带光碟吗 我没有光碟 汪海青是怎么样 这是真的他自己的习惯吗 你们是每一个会议里头 这种知识的光碟 还是说这种个人 为了他自己的特殊考量 有这样的习惯 除了有汪海青之外 还有其他人有这个习惯吗 听说这样的一个录音光碟 在过去国民党的重大交易当中 是非常普遍 那也流传很久 都知道有录音光碟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真的 我真的